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早啊 这么早就这么努力呀 不愧是三号学生 不过这里太黑了 读书伤眼睛 有点刺眼是正常的 你都多久没见阳光了 今天外面天气特别好 要不要 我不出去 你想都别想 我说什么了 我是说你要不要喝杯咖啡 或者是沾花人马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你都不认识了 薄荷 我不在的时候 就让他陪着你 我不要你拿走 那你可以闻闻他的味道 闻 闻 闻 深吸一口气特别清香 一 二 三 闻闻 闻一下吗 你拿走 闻一下 闻一下闻一下 我说你拿走 闻 你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呀 任何人都改变不了我的想法 我很讨厌别人替我做主 对不起 去把床帘关上 我说他还没来 你让他认真 不是 在那儿 我之前要看 我说他不能这样 你能赴 远去 我说你 你懂的 那就是 为什么 老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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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嘛去啊 我干嘛去 手怎么了 家里的花瓶碎了 把手割了 没什么事 都包成这样了还没什么事 作家注意啊 好 这不会是傅云生的小子干的好事吧 还真是啊 这小子 越来越难伺候啊 你等我把他打包集回上海了 这可是你说的 那我跟你一起包 就包成你这样 对 就这样 明天 你之前跟我说 在一个朋友那儿做家庭医生 那个人是傅先生 是的 师哥 我还有事 我得先走了 好 走了 你放心 这事师兄替你做主 说好了 我跟他说 看见如果他就会跟他家庭医生 好了 说吧 你一大老爷们儿喜欢就喜欢 怎么犹犹豫豫的呢 我也不确定 我对他 到底是哪种感情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